厄瓜多尔的外交部长李卡多·帕迪尼奥当地时间的6月23号证实 美国冷静门事件的戒命者埃德华·斯诺登已经向厄瓜多尔提交了政治避难的申请 但帕迪尼奥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 此前 厄瓜多尔的政府为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提供了政治庇护 阿桑奇已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躲藏了一年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斯诺登23号乘坐俄航抵达莫斯科 厄瓜多尔驻俄罗斯大使扎瓦拉当天同斯诺登会面 但目前还不清楚双方谈话的具体的内容 目前关于斯诺登的最终的目的地说法是不一 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斯诺登的最终的目的地很可能是厄瓜多尔或者是冰岛 但根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斯诺登可能会从莫斯科飞往古巴 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之前也曾表示 如果收到斯诺登的政治避难的申请 俄方会予以考虑的 不过美国国会昨天 美国国务院昨天表示 已经通知了西半球国家 斯诺登属重罪的通缉犯 各国不应该再让他自由的旅行 斯诺登的终点是别无他地 只有美国 不中间作为了不合格员 其名的 写船 14家 20